近年收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藏品 这件作品可能是目前 于又老作品里面最大的了 这个齿幅最大的作品 这个在古代它不只是榜题的问题了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在唐代以前 我们一般看到的书法字体 基本上是指掌字这么大 铜钱那么大 一般不太会超过那么大 因为它不需要把字写那么大 那么什么叫榜题呢 大家把自己的手伸开 你把自己的手伸开 除去手指 这个是手掌对吗 基本上这么大的字就叫榜树 就它使用的地方并不多 除了在城门上用白鳄双钩门楣之外 剩下这个就是大字 所以我们能看到 江山上南朝的义鹤明 义鹤明的字也就这么大而已 指掌字 就到顶了 因为中国的书法 它除了艺术性的部分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功能 使用的 你写那么大字给谁看 而且纸跟捐在古代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根本不是随便你能够玩的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巨大的榜题了 在民国有大量这样的字存在 原因实际上除了张卦之外 最重要的是刻扁和磨牙 他们要把这些东西都刻在那 大家都知道 文人都希望自己的东西永垂不朽 永垂不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刻在那里 但实际上他们也想错了 你要刻在那里毁掉不也很容易吗 对不对 武则天还有无字碑 其实无字碑上是没有字的 大家现在在怀疑 其实当年这块碑上是有字的 只不过后面的人很反感它 就把它给磨掉而已 泰山顶上也有一块无字碑 这块无字碑大概我两个人那么高 菱形的 一直传说是秦始皇历的 也有人说是汉武帝历的 其实都不是 去年的时候我带我的学生到泰山去考察 发现无字碑上有字 有很多行书 残存的字 我们把那些碑这样大概摸了一遍 因为做磨牙有时候看不清 你摸了一遍后发现 这个碑上原来是有刻字 只是被磨掉而已 那么谁干的呢 我们也不知道 无法证实 那么谁立的呢 然后我们就比较认真的去查找一些史料 后来发现在唐朝初起 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曾经封过泰山 但是光说没有 你光文献不能有证据 那么在周边找 结果就在无字碑西北角的悬崖上面 发现了题记 是唐朝总章二年 也就是高中理智时期 立的这块无字碑 所以现在等于是有一个突破 就是我觉得考古磨牙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像我们吃麻辣香锅 这个香锅一直翻翻翻翻翻 什么吃的都有 知道后来反正是吃饱了啦 吃饱了再接下来 翻茧就是乐趣的你知道吗 就找一些好玩的东西 偶然会找出一块肉 或找出一块腐足 你会很兴奋 就这种感觉 所以找磨牙也是这个感觉 其实古人翻了无数遍了 突然翻出一个古人没玩过的 有意思 那么就从始还可以证实一些史实 这个就非常有趣